昨晚九点多,惠州铁路公安处东莞东站派出所执行民警彭波 在近站安检区执行驶时,发现一名小伙子走路摇摇晃晃,情况异常 于是上前查看,对方满身酒气,情绪激动 彭警官只好先将其带到值班室询问情况 我对不起我父母了,27岁 我女朋友,女朋友不好了 原来小伙子姓李,目前在东莞工作 平时父母就希望他能早点结婚成家 眼看又要过年了,父母更是早早打电话给他 希望他能回老家成亲 可小李坚持要通过自己接触,找到有感觉的终身伴侣 因此对父母安排的相亲比较反感 就在前一天,父母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他 经过再三考虑,他最终决定搭乘火车回家 当晚心情苦恼的他借酒消愁 把自己喝了个鸣鼎大醉 为了防止他发生意外 民警给他端来了开水 拿来了军大衣给他保暖 并反复进行劝慰 给予了特别照顾 并于当晚11点多通过快捷通道 把他安全护送上了归家的列车 不长时间 不远 我们看取得到了 再标准的 jeśli我已经告一 车 给予生活 最会多当然 可以